到現在已經十二三天 都是沒有回音 非常之擔心 周海良自傷126 遠高於常人 他被控在2013年 殺害自己的父母 並將他們支解 陪審員8-1裁定 他罪名成立被判終身監禁 警察就算警察都好 他不會知道我有沒有做 謝津奇 指傷只有84 低於常人 是周海良的好友 他被控合謀殺害周海良的父母 並且支解屍體 陪審員一致裁定他 謀殺罪名不成立 當庭釋放 2013年 香港發生一宗軍動全港的 殺害及支解父母案件 兇手是死者的小兒子周海良 他在殺害及支解父母之後 就製造父母失蹤的假局 更加網上拍片和接受傳媒的訪問 希望社會大眾協助尋找他失蹤的父母 而案發地點就是他和他的朋友謝津奇 在大個咀合租的一個堂樓單位 謝津奇在警方盤問之下 最初承認是和周海良合謀殺害他的父母 後來就在庭上推翻自己的後宮 表示對控實案並不知情 究竟周海良為何要殺害他的父母 而住在案發單位的謝津奇 又為何會對控案毫不知情呢 而事後為何他又會幫忙處理屍體 而不去報警呢 改編自這件案件的電影《正義回郎》 近日上映 令這種奇案再度受到關注 成非解密今集就會和大家解密 當中離奇曲折和電影未有提及的案情 案發當年即是2013年 當年29歲的周海良和哥哥周海英 65歲的父親周榮基和62歲的母親蕭月兒 一家四口同住西環 西縣長津角的一個單位已經有二十幾年 2013年3月1日上午11點19分 死者周榮基和蕭月兒被閉路電視拍攝到 和他的兒子周海良離開西環的住所 到了下午12點26分 達國咀空岸現場附近的一個停車場 裡面的閉路電視就拍攝到他們三個人經過 當時周海良走在最前 應該是帶領著他的父母走到大角咀的單位 在當日周海良就在這個單位殺害他的父母 當日行兇的過程稍後再講 第二日3月2號 哥哥發現父母不見了 周海良就鵝青 他當日和父母在旺角朗豪坊喝茶 之後父母就坐直通巴去了內地旅行兩天 所以沒有回到家 但是過了幾天 周氏夫婦依然下落不明 由於他們在深圳有自治物業 周氏兩兄弟於是就親自上深圳尋找他們父母 但是並無結果 而問過所有親戚朋友都沒有他們父母的下落 3月7號哥哥周海英就報案 警方調查發現周氏夫婦並未離境 案件交由從案組跟進 而在期間周氏兩兄弟就在Facebook設立一個專頁 名為失蹤的爸爸媽媽 希望借助廣大的網絡力量 尋找他們父母的蹤影 而周海良為了表示他很緊張爸爸媽媽的失蹤事件 就主動聯絡當時的蘋果日報 為他拍了一則動新聞影片 在片中他親自出鏡講述他父母失蹤的事件 希望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究竟他們倆去了哪裡 去到現在已經十二三天 都沒有回音 就非常擔心 警方那邊就查過入境紀錄 就發覺到目前為止 他們兩位都沒有出境 可以做的事都做了聯絡親戚 聯絡朋友 同事 但是到最後都沒有報稅 片中的周海良很淡定地說出他編造的故事 令人難以想像 他是殺死父母和肢解屍體的冷血兇手 直至案件被揭發之後 當時訪問他的記者都感到心寒 於是找了成大一位犯罪學家 分析他訪問周海良的原裝影片 整個他編造故事的表現 是相當平穩和完全沒有所謂 他認為沒有任何下子 他經常要欺負眼睛 就是因為他在說謊 香港那邊 就是這邊和大陸那邊 其實如果你看到人黑了眼 其實他是用他的腦去想一些事情 而相對來說 他也是製造一些事實去想 專家亦都說 這些微笑是反映他很滿意自己的對答而放鬆了 又說如果整個故事是他一個人想出來的話 反映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到了3月14號 警方重案組發現周氏夫婦在3月1號已經失蹤 而周海良說在3月2號和他父母喝茶的各間餐廳 閉路電視也拍不到周氏夫婦的蹤影 認為小子周海良的號工有可疑 於是再約周海良回談 周海良知道事情將會敗路 但是還未向警方招工 反而在WhatsApp和打機群組裏面指爆殺人的真相 這段英文的對話紀錄 裏面的Henry TK 就是周海良的英文網名 有網友問他是不是他殺了他的父母 周海良說是 在兩個星期之前 而且還說合謀的拍檔和他 是已經計劃好 將案件造成是失蹤人事案件 而且會將屍體 逐件逐件這樣 掉了去 他還說自己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因為童年和青春期的經歷 令他感覺不到他人的痛楚 更加預定了自己會被判終身監禁 還說下了自己的中文傳名 叫朋友到時去探他或者寫信給他 而在同一日 他又約了一直協助他兩兄弟 尋親的表姐深夜 在尖沙咀星光和麥當勞見面 見面的時候 他向表姐配白了殺害父母的事 因為他不喜歡他的父母 指他的父母從小到大 對他的期望令他不勝負荷 他又感到在金錢和感情上 一直都滿足不到自己 所以打算在30歲之前自殺 後來遇到他的好友謝津奇 他們大家互相明白對方 謝津奇就提議 不如將自殺變為殺人 周海良曾經說過 謝津奇本身其實是想嘗試殺人的滋味 要變成魔鬼 在幾個月之前 兩人就開始計劃香港的殺人計劃 第一個目標就是周海良的父母 他更加披露 原本下一個目標就是殺了他哥哥 但在父母失蹤之後 他感受到他哥哥對他的關愛 所以就放棄了殺他哥哥的計劃 更計劃在香港進行殺人預演 事成之後 就去深圳展開殺人大計 綁架年輕的妓女 將他們奸殺 直至被捕為止 表姐作弓的時候形容 周海良自白的時候非常冷靜 當說到沒有人發現屍體 和聞到臭味的時候 更加獻得一面自豪 最後他就相約 周海良第二天早上 一起去警署自首 不過他還是遲了一步 因為警方收到有人報案 說周海良在網上群組自爆 說殺了自己的父母 在3月15號上午7點 警方上門拘捕了周海良 同日上午10點半 警方去到大角咀的案發單位 拘捕住在這裡的謝津琦 警方發現屋內 遍地血跡和有碎肉 在三個大膠箱中發現有手腳殘肢 另外檢獲七把刀和一把腳 和一個大砧板等分屍工具 一名警司形容現場 像是一個小型的逃場 判斷該處是案發第一現場 而兩個雪櫃就被鎖鏈鎖上 到晚上法政科人員打開雪櫃 發現兩個雪櫃各藏一個人頭 人體殘肢 內臟和被割下來的性器官 場面恐怖 同時也找到周氏夫婦的 證件、銀包和衣服 此外在聽到發現多代黎莎和英黎 不怕除冷血的兇手 曾經想過在屋內拼牆 將碎屍埋在槽底毀屍滅殖 另外也發現六個電飯煲 和615個未用過的發泡膠飯盒 多宗醬油 原來周凱亮打算把父母的殘肢 造成一盒合的人肉叉燒飯 方便棄置、染人耳目 而現場也發現 兩盒已經裝有內臟的飯盒 不禁令人細思極恐 而法醫檢驗過的碎肉 發現已經被人用鹽醃過和微波爐叮過 難以正確推測死者的死亡日期 案件被揭發之後 周凱亮和謝忠祺 都被控以兩項謀殺罪 和兩項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 案件在2015年開庭審理 結果是周凱亮被裁定兩項罪名成立 被判終身監禁 謝忠祺 又在警方證詞中 承認和周凱亮一起殺人 到庭上推翻自己後宮 而被裁定謀殺罪名不成立 當庭釋放 究竟兩名被告在庭上的宮廁版本 有什麼不同 而變成一種羅心門式的謀殺案呢? 智商高達126的周凱亮 在澳洲留學回港 原本是一名 年輕有為的青年 為什麼又會成為一名 殺害自己父母的冷血逃夫呢? 抱歉我沒有提供你的指示 希望大家歡迎歡迎我到YouTube 乾杯 智商只有80歲的謝忠祺 又如何在庭上推翻之前的口供 為自己脫罪呢? 我是沒有想過她會 她會是這樣的人 他們兩個人又有什麼特別故事 是在改編電影《正義回落》中 沒有提及到的呢? 下一集《正非解密》 將會更完整無遺地 和大家披露 一種軍動一時的 傷私謀殺肢解案的內情 由於本集內容 涉及令人不安的案件 而被YouTube黃標 以為本集的廣告播放會受到限制 沒有廣告的收入 會對本頻道的製作有很大影響 如果各位想看多些不同題材的解密節目 就可以用以下方法繼續支持本頻道 包括按一按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 Superfans 又或者以Payme 轉數快 PayPal 作單次贊助 多小目區 更加歡迎加入《正非解密》Patreon 只需月費3美金 就可以看到所有Patreon的獨家內容 今集案件現場裏更加客人的照片 亦都會在Patreon裏曝光 如果大家的繼續支持 就繼續有《正非解密》 大家好,我是《正非》 敬請支持本頻道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面 按一按個超級感謝鍵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也歡迎、點讚、留言、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 又或者加入《正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資料豐富的《正非X》檔案 以及可以收聽所有完整版的後台開咪節目 直到更多解密的資訊